好各位投資朋友大家晚安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財源廣進 今天是2021年第一天的開盤 整個台北股市真的開紅盤 而且是大漲 我們稍微看一下 今天整個台北股市 大漲了200多點 整個指數 你會發現到 從上個禮拜四個交易日 台股就開始 創歷史新高 然後禮拜二創歷史新高 禮拜三大漲又創歷史新高 禮拜四收盤創歷史新高 那台北股市今天 再創歷史新高 那台股為什麼會這麼走 它的目的到底是為了什麼 好各位投資朋友 今天我們的測標 跟上禮拜都一樣 我都沒有變 那當然這個地方 還是要祝大家新年快樂 新的一年心想事成財源廣進 但是另外一句話 我說元月走噴出 從上個禮拜開始 我們就告訴各位 元月走噴出 那到底什麼叫做噴出 噴出的目的 它到底是為了什麼 那噴出它會怎麼去走 那這地方我到底該怎麼去做 各位 這個你要先釐清楚之後 你才來知道說 這個噴出行情 你要怎麼賺 好不好 那我們直接來看 台股今天很明顯讓你看到 整個指數大漲 而且成交量 都已經暴衝到多少 3000億以上 對不對 好量已經出來了 對吧 好 那什麼叫做噴出 噴出的目的 它最主要就是在走軋空 我們上禮拜有跟各位說過 你台北股市到現在為止 高達116萬張的空單 那我說技術面裡面有一句話 它叫做空投不死 多投不止 對啊 你多投要怎麼結束 你空單這麼多 你不把它嘎完太可惜了 那現在它不只去嘎空單 它甚至於還在嘎空手 所以整個台北股市 要把這個空單 把它嘎完 最好的方式只有一個了 就是拉 就是拉 可是它會怎麼去拉呢 我們來仔細看 我在上個禮拜 我就已經跟大家提示過 0月份它要走噴出 那當然可能很多人 對噴出的概念不是很清楚 那我之前就跟他說嘛 過去的例子 它會告訴我們答案 舉個例子來講 比方說 106年到107年的 1月23號這一段 整個指數是不是一直在拉 漲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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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就是一直拉 而且在這段過程裡面 拉最凶拉最快的那一段 反而是在這一段 有沒有 好 那這一段呢 它是怎麼去見頂的 有沒有 我把這裡放大 台北股市會不會見頂呢 當然這個地方 只要指數呢 拉得快 它很容易就見到高點 但是你要見頂之前 都一定會有出現一個明顯的拉抬 好那當整個指數呢 讓你看到明顯的拉抬之後啊 要注意個現象 啊到底什麼是頂 啊我怎麼去做研判 好各位我們注意看 上禮拜就跟他提示過了 你看啊 104年4月份的時候 台股在見頂之前也是嘛 拉大漲再繼續拉 對不對 可是在拉台的過程裡面 它會伴隨著爆大量 當你爆出大量就代表說 你台北股市離那個頂啊 差不了多遠了啦 有沒有 好我們再舉個例子來看 108年的4月18號這一天 也是一樣嘛 台股在拉台的過程裡面 結果爆出大量之後 它離高點就不遠了 有沒有 這也是走噴出行情啊 好再繼續看 很多例子啦 103年的7月2號也是一樣 台股這一段在拉台的過程裡面 結果呢 開始讓你看到急拉 急拉急拉再急拉 結果呢 也是爆出大量之後 它就見頂了 好 從過去歷史裡面來看 它噴出的走勢 你要預防什麼 就是會不會爆大量 如果爆出大量 那就是一個見頂的一個訊號 好 那當然今天很多同學問啊 老實話 今天的量都已經出來了 台北股市今天到收盤的時候 你看那個成交量 3457億嘛 對不對 哇爆大量啊 前面都沒有3000啊 結果呢 來到這裡 你看哇 怎麼搞的 這一個月已經開始 1號已經出了 3457億的量 那到底這裡算不算爆大量 好 各位 這裡我們去做一個研判啊 指數到底 還有沒有高點 這個關鍵點 應該放在全子股身上 沒錯吧 好 我們用一個 比較合情合理 有邏輯性的分析 來告訴各位未來怎麼走 那當然後面是怎麼做 待會我們會跟他做分析 好 那你全子股裡面很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台灣50嘛 沒錯啊 好 那各位你看喔 台灣50今天有沒有爆大量 沒有啊 台灣50沒爆大量 那代表著說 你全子股還有高點 當你全子股還有高點的時候呢 那不用講啊 你台北股市的噴出還要繼續攻啊 他還是有高點 可是重點在哪裡 就是說 我要怎麼去研判說 到底他什麼時候會爆大量 然後這個地方我就不要去追了 那代表說那個指數就真的見頂了 那我給各位一個經驗值啦 因為你一月份的時候呢 通常在過年之前呢 他會動一個族群 叫做金融 好 叫做金融 好 那各位你注意看喔 到今天為止金融都還沒有動嘛 對不對 好 如果說當金融一動起來的時候 你台灣50一定還有高點 但是這個盤呢 你除了動電子 你又去動金融的時候呢 那一定會爆出大量 所以呢 當整個金融股又出現發動 而且讓你看到當天大漲的時候 我跟你講那天一定會爆量 好 那時候呢 你就要留意喔 台股會不會噴出行情急拉之後 開始爆量見底 OK 這樣講很清楚了 好 那你現在整個台北股市 為什麼還能夠繼續攻 除了我跟大家講的 你全資股沒有爆量之外 還有幾個重點 蠻重要的 舉個例子來說 今天晚上美股開盤 我認為 美股也要快噴出了 為什麼 上個禮拜我跟各位講過 有一家叫做銀透證券 這是美國網路券商 那現在呢 他們的老闆說了 客戶禁做空美股 前所未見 那代表著說 現在在美國股市裡面 也是空單一堆 所以呢 美股也有機會 去走軋空 而且也是去走噴出 所以這個行情 為什麼今天跌不下來 因為美股還要漲 你熱盤怎麼跌 就算今天有3400億的量 還是漲啊 因為你全資股還沒爆量嘛 對不對 好 另外一個重點在哪裡 你注意看 上個禮拜我就跟各位提示過了 我說 以輪動的角度裡面來看 要注意一個東西 陸股走強 創業指數創五年的高點 這在上個禮拜四的時候 你想想看 上個禮拜四 大陸股市的創業板創五年高點 禮拜五再創高點 那時候我就跟他說啊 創業板就好像台北股市裡面的OTC指數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上季指數創五年高點 你說台北股市的上市指數 有沒有機會攻 有機會攻嘛 對不對 所以大陸股市 應該說上禮拜五 大漲了 一兩%左右 然後呢 他就已經創前高 過前高了 結果今天再繼續再攻 到現在為止 你注意看喔 大陸股市呢 到現在為止 已經創進一高點 對不對 這個五年大底就快完成了 都代表了說 當陸股繼續再走補漲的時候 亞洲股市一定攻啊 今天南岸股市創新高嘛 所以呢 當整個陸股會往上攻 那你亞洲股市繼續攻 南岸股市都創新高 難怪你台北股市繼續創新高 好所以呢 從整個盤市裡面來看 現在正在走噴出 那噴出的速度會很快 但是你要特別留意的就是 你不要去買到最後的 最高點 當那個噴大量的時候 那個時間點 你千萬要記住 那這種盤市 到最後不要去成為市場 最會隻老鼠 那重點來了 你當然問我說 老師那我現在個股怎麼做 噴出很快啊 我上禮拜不跟你講嘛 漲個三天就超過500點 再多漲兩天 搞不好千點都看到了 那你今天台北股市呢 已經來到多少 快到1萬5了 今天盤中 盤中都已經來到多少 最高來到14937了 1萬5都快看到了 那代表說你噴出還要繼續供的話 以為我們不是問題啊 可是你要預防爆量啊 而且重點是有些個股 他會趁噴出行情的時候 他在做出貨 你不要去買到那樣的個股 那怎麼研判 我們仔細來看 個股本身有高低位接嘛 如果說你的股票是在高檔爆量 甚至已經走了一大段的話 你要留意哦 這些個股不要買 因為有時候會趁噴出行情 在這個地方開始出貨 我舉個例子來說 你仔細看 你看這聯電 有沒有 這波走勢呢 將近從差不多7月份 8月7月份 最慢9月份 他就開始供了 漲了一大段起來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 排股在近期走噴出了 連漲的是5天起來 可是呢 他反而跌下來 這代表說 有些個股漲太多了 這地方開始有人在賣 因為當然爆大量 你不賣 你什麼時候賣 尤其是一些大資金的 沒有量他還賣不出去 有量呢 他會蹭高點的時候 開始去做調節 再舉例來講 比方說 這是彩晶 之前前面是不是讓你看到爆大量 爆大量之後呢 就開始走區間 你台股在走噴出 可是他沒有漲 他反而在跌 為什麼 因為就是趁噴出的時候 有人在賣 再舉例來看 這類型的個股還蠻多的 比方說貿細 這天也開始爆大量嘛 爆大量之後呢 他就開始跌下來 所以呢 這都是漲上來之後爆量的股票 再舉個例子來說 比方說我全店也是一樣嘛 前面爆量嘛 爆量之後有沒有漲 就沒有再漲了 開始走震盪 系統也是一樣嘛 走了一大段之後呢 現在開始跌下來 現在這樣的狀況 不是說只有電子類股 非電子類股也是一樣 我舉個例子來說 你注意看 中興電工 前面爆量完之後呢 現在跌下來 而且今天跌還還跌滿深的 比方說航運類股 一行前幾天這邊爆大量 留上引線 結果沒有再上去了 比方說兆子 這天爆大量 結果也沒上去了 比方說大神剛 前面這幾天都在爆大量 結果也上不去 所以呢 現在的噴出行情很清楚 他就是繼續攻 但在繼續攻的過程裡面 第一個要預防爆大量 那要怎麼去提防說他會爆大量 就去看台灣50 那你台灣50要怎麼去看 你就去看金融股嘛 如果連金融股都衝出來的話 那指數一定大著 但是那天一定是爆大量 所以呢 要預防你去買在最高點 但是呢 個股的操作 你又想去賺 這個噴出行情的話 我就提醒各位 在這個位階的股票 已經爆量的股票 千萬不要嘛 但是呢 噴出行情 股票還會走補漲啊 那你要怎麼做 你要去抓什麼 低檔型的個股 去讓他走補漲 那到底是什麼樣 低檔型的個股 會開始走補漲 好 那這個重點呢 我待會再來跟大家做解說 好不好 我們從整個上半段的單元 我們先從 什麼叫做噴出 那噴出他到底會怎麼去走 那你怎麼去研判這個盤 他到底噴出會不會見頂的現象 以及這個股的操作 怎麼去預防去買在高點 先跟大家做說明 但是後來的重點就是 你要怎麼去掌握這個噴出行情 讓你的個股 就是能夠攻一段 這是我們待會 要跟大家分析的重點 好不好 那如果說在這個時間點 你不知道怎麼做 然後呢 對於噴出也沒什麼概念 然後呢 你都是用追的 好 那這次不能亂追了 我們剛說過了 只要爆量就是見高點 好 如果不會做的 很歡迎各位 加入我們 股家旗雙贏的計畫 好不好 那有任何的需要 也歡迎你來電 再做諮詢 那待會我們就來看 噴出行情 到底他要漲什麼股票 到底方向在哪裡 OK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幫助您 幫助您不再忘賭心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那個速播 028773-8859 028773-8859 好歡迎來到現場 今天是2021年的第一個交易日 台北股市大漲 那今天整個指數呢漲得不錯 最高漲204點 那到收盤呢漲169點 整個指數呢 他就是一路在空 好 再創歷史新高 好 那從上個禮拜開始 我們測標就沒有變 我一直跟他講說 元月份 台股他會走噴出 好 那噴出的目的呢 就是要嘎空 不只是空單 那個空手也要嘎 因為技術方面就說了 你多頭要怎麼去結束 你空頭沒有結束 你多頭不會結束 就是空頭不死 多頭不止 所以呢 這個盤很明顯 就是一路在走嘎空 在攻的時候呢 這個空單會開始 很快速的回補 但是呢 我要提醒各位 我們之前就有跟大家講過 因為從過去歷史來看 噴出之前呢 都是大漲大漲大漲 但是在上漲的過程裡面 只要爆出大量 就不可以亂追喔 因為指數離頂 不會太遠 過去歷史都這樣啊 很多次都這樣啊 只要上漲之後爆出大量 離那個高點都不會太遠 好 那怎麼去研判 台股會不會爆出大量 因為今天的成交量 已經有3400了啦 那剛剛我跟各位講過 因為如果說 你從台灣50的角度來看 台灣50沒有爆量啊 那代表說 你全止股還要攻嗎 對不對 啊你全止股還要攻 你台北股市就還有高點啊 可是要留一個現象 就是說當金融股在漲的那一天 指數一定是衝上去 但是連金融都在動的時候呢 幾乎都是爆大量的 那個最重要的時刻 所以那個時間反而是一個要小心的地方 OK好講得很清楚啦 好那重點來了 那這種噴出行情還在延續啊 那我要怎麼樣利用這個噴出行情 去賺了安全 啊又不會去買高點 啊又不會去當市場最後一隻老鼠 剛我們跟他講過 有些個股已經漲上來的個股 在這個位置區的股票呢 要留意啊 因為有人一定會趁噴出行情出量的時候 他會去賣股票 因為有些法人量比較大 啊量比較大 你爆大量我不賣 我什麼時候賣 怎麼能等沒量我再賣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發現到啊 有些個股他沒有上去啦 漲多的股票他沒有上去啦 前面已經開始在爆量了 那這些股票呢 你看啊 之前456的齊立新嘛 到現在為止都一路跌 你再注意看哦 你看光照 前面這邊爆量之後呢 現在都漲不上去 你看系統有沒有 比方說什麼 偽權店 這邊開始爆量之後呢 也上不去 所以已經漲上來的個股呢 千萬不要追 那到底我要買什麼呢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 我每次在介紹個股的時候 我說我會在這個位置區 介紹你去買 但是這個位置區要漲的股票 他一定有他的特色在啦 就是說 你是不是有題材 有沒有產業面支撐嘛 那再來呢 你本身的股價是不是低估嘛 對不對 如果說你能夠搭配籌碼穩定 那這些個股呢 他會走波段 舉個例子來講 你有沒有發現 之前跟你講的股票 我們今天在創新高 全新嘛 有沒有 85塊多跟你講 標了36%後面走整理 我說都沒結束啊 你看今天全新是不是在創新高 對不對 好那我們繼續看喔 今天有關深襪甲這一塊的股票 就全新穩帽洪捷科嘛 到現在為止你會發現啊 全新在創新高 穩帽也在創新高 可是他流出很長的上影線 他出量 8086的洪捷科 上個禮拜有創新高嘛 可是今天呢 還好沒有上新高 那現在最穩定的在哪裡 就是在 深襪甲的上游 叫做壘金廠 那壘金廠的全新在創新高 可是呢 當時我們在這個位置區 就已經介紹給各位了吧 所以呢 你要去找有題材性的個股呢 反而你後面能夠攻一段 那當然你後面還有什麼樣的個股 能夠像這樣攻一段 我再舉個例子來說 像今天啊 找盤的時候呢 我們的會員買一檔股票 他叫做周陽光 56塊半到58塊的時候 叫你新場去買 當我們在低檔買完之後 你會發現啊 今天這一工起來快工漲停 比如說 你在低檔有題材性的個股 這個地方啊 他補漲空間會比較大 那為什麼要叫你 叫你買這檔個股呢 我說他本身啊 他是紅海集團裡面 唯一的光學類股 那最近紅海呢 在做代工的過程裡面 連那個Apple Car 就是說蘋果要做無人車這一塊 幾乎也是屬於紅海在代嘛 所以今天紅海創新高啊 可是紅海在代的過程裡面呢 能夠跟車用有關的 就是周陽光嘛 還有跟無人機有關 跟5G有關 所以當這些有題材性的個股呢 在低檔 我叫你去買 那結果呢 今天一買完就開始供 那代表著說 這個盤在走噴出行情的過程裡面 有題材性的股票 它會供出去喔 你就沒有追高的疑慮喔 那像這樣子能夠供一段的個股 我做了好多檔 我做了好多檔 同志你去看喔 我每次介紹給你的股票 都是還沒有動的時候 比方說康普 我說這是我電動車電磁概念的個股 週間的時候還沒動嘛 對不對 所以沒有動的時候呢 我叫你去買 這裡買 結果當天呢先收高 還沒有供啊 可是呢當他一供的時候你看 禮拜五漲停 上個禮拜一再供漲停 結果沒有讓你看到再創新高 有吧 好那再舉例來看 之前我們要跟你幫你介紹的股票 也是一樣嘛 我們去掌握低位皆有題材的個股 比方說細滿 一個波段起來飆了三層 比方說 專做台積電再生金援的生洋辦 第一檔買完再供一段 有沒有 比方說當初跟你講 九月十月營收都在創歷史新高的金象光 第一檔買完之後呢 飆超過四成 如果說你前面這段你沒做 你等他漲上來你再來買的話 你現在還在等幾套啊 不是這樣嗎 當初九十塊叫你買 結果是不是先飆起來 可是很多人低檔都不買啊 等到漲上來之後再叫你買 買到現在為止呢還在等幾套啊 所以我說你買股票 尤其這種噴出行情 你要預防成為市場最後一隻老鼠 你就不要追高 尤其爆大量的那一天啊 你要開始去調節股票 那怎麼去爆大量 我說金融股動那天要注意一下 有沒有講很清楚了齁 好那重點來了 當然那這個噴出行情還在延續啊 那我後面我要怎麼再去找下一檔的個股 好我們舉個例子來說齁 下一檔能夠像這樣子標出波段 下一檔能夠像這樣子 能夠走波段的股票 各位我跟你講在這裡 這是下一檔的全新啊 什麼意思就是說 今天深化甲的個股都讓你看到往上攻嘛 但是最穩定的就是做累金場 就是說深化甲的更上游 就做累金場 所以全新它表現最佳 而且我們當初 也在85塊附近這地方叫你買 對不對 那你現在下一檔個股呢 你全新都已經創新高了 那你下一檔呢 做累金場的股票一定有比價的效益 所以呢就在這裡 比方說這檔個股 它是下一檔全新 它本身具有5G基地台 還有WiFi6還有耕物聯網 甚至航太跟國防的題材 那這類型的個股呢 在最近這兩天啊 它已經突破收斂三小金要上來了 當你全新創新高 同樣做累金場的股票呢 這地方後面會有快速攻擊的機會 所以你要好好把握 後面補漲型的個股 速度快的股票 就在這個地方 好不好 所以咧 如果說這樣的行情不會做 又怕追到高點了 你要找個看得懂的老師來帶你做 這樣子你才能夠真的賺得到錢 而不去亂追高 那如果說你今天認同我們操作方式的 股佳琦雙贏計畫 歡迎你來電諮詢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